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2023年女子世界盃特別節目第三集 我是主持人秉化 在了解女子世界盃的歷史 各界吉祥物以及本屆的主題曲後 今天將帶各位來看看歷屆冠軍 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冠軍的當年勇吧 在已經舉辦的八次世界盃中 美國拿下四次冠軍 是史上拿過最多冠軍的國家 而德國有兩座 挪威和日本各拿一次冠軍 首先我們來聊聊美國 美國是世界女主槍圈 長期佔據國際組總女子積分第一名 那也是在女子世界盃開賽以來 唯一一個能夠每一屆都能打進四強的國家 美國首次奪冠是1991年 在該界決賽中靠著金學獎 米雪爾埃克斯梅凱爾度成功奪冠 第二次奪冠則是1999年在自家主場 在決賽12碼階段以5比4顯勝中國再度奪冠 相隔16年後 美國在梅格蘭皮諾和卡里洛伊等人帶領之下 在決賽以5比2擊敗日本 為2011年決賽報一箭之仇 而2019年在相同班底的帶領之下 美國成功衛冕 也成為繼德國之後第二個成功衛冕的國家 接下來是德國 德國是歐洲傳統搶拳 擁有八座女子歐洲杯 也曾在2003年和2007年成功拿下世界盃冠軍 那兩次世界盃冠軍都是在三屆世界足球小姐 普林茨的帶領之下奪冠 而他自己也是2003年世界盃的金學獎和金球獎 但是在2007年衛冕成功之後 德國只有在2015年闖進四強 最終以電軍作收 那本屆德國是否能重返四強也將會是一大亮點 接著是日本 日本在2011年世界盃決賽的十二馬大戰 以3比1擊敗美國拿下世界盃冠軍 那他們也是國際組總的各項世界盃比賽當中 唯一一個拿下冠軍的亞洲國家 那同樣的在2015年他們也打進決賽 但是沒有辦法扶持相同的結果 最終只能拿下亞軍 最後是挪威 挪威在1991年和1995年都有打進世界盃決賽 並在兩位主將奧勒內斯 以及現任總教練李瑟的帶領之下 在決賽以2比0擊敗德國 拿下他們第一座也是唯一座的世界盃冠軍 看完世界盃力界冠軍後 那各位觀眾也可以在本屆世界盃 關注一下他們的表現喔 那本期節目就到這裡結束啦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囉 拜拜